各位听友大家好 这里是日本异文录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期仍然是我跟吕桑 但是又有了一位新的朋友 夏老师 大家好 然后我们三个人 给大家再继续聊日本 吕桑这期你打算聊什么 这一期其实 因为我们前几期都讲的是东京 然后这一期我想离开东京去大阪 然后讲一下大阪的妹子 和大阪的Love Hotel 什么叫Love Hotel 情侣酒店 是Love Hotel 对 好吧 应该是Love Hotel 好吧 好奇怪 仨人仨口音 吕桑你可以先说一说 为什么你要讲大阪 大阪的这个情侣酒店 而不是继续讲东京的 因为是这样子 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那段时间 其实我在大概是两周之内去了两次大阪 两周不对 应该是三周之内 中间回来还是隔了个三四天的 大概那个时候是在15年 是14年还是15年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是当时我们那家公司上市之后 然后第一次去是因为好像北京当时搞什么活动 然后很多起事业单位都放假了 然后当时有一个在这个 就是类似起事业单位上班的妹子 说想跟我去日本玩 然后我去了大阪 去了大阪 然后在那个之前 其实它应该是9月份之后 大概10月11月好像左右 然后之前那个iPhone6吧 就是iPhone第一个大屏手机 iPhone6那是 对在那个日本当时是首发 当时中国还没有首发 对吧 我当时找了关系 对对对 6中国是没有首发 我那也是港版 对我第一时间买到的 然后就发了这个微博 说我这个iPhone6就到手了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这个人 在微博上私信我 问我说这个怎么买 其中有一个是住在大阪的一个妹子 然后她父亲是日本人 妈妈是中国人 然后后来知道我要去大阪玩 就说让我去找她一起 找她一起玩 然后因为两边这个时间挨的特别紧 第二次去的时候订酒店订不到 订酒店订不到 就是所有的酒店全满了 那在booking找找找找找 找到了一个在这个 就是大阪和关系机场中间的一个地方 叫介事Sakai的地方 然后当时找了一个酒店 还能订 还能连续订5天 然后订完之后才看到上面写的是 本酒店仅限成年人入住 对 然后当时心里就 咯噔一下 说什么样的酒店只限成年人入住 然后就去看 我还真没有注意过booking 然后还有这一类的酒店 对它是有的 然后呢 它是标在booking那里面吗 就是它 对它那个booking 比如说它是什么酒店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括弧 上面写着仅限成年人入住 OK 然后我还在底下看了一下 因为它上面也有很多评论 然后大家评论也都还不错 也都还不错 我当时去的时候在想说 这是不是情侣酒店 结果去了之后 发现这真的是情侣酒店 那么这个呢 是我在日本 算是这个第一次吧 住到情侣酒店里面来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我讲大阪的这个情侣酒店 就是因为你第一次住 对 第一次住 对 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因为情侣酒店的情况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没有前台的 那怎么办入住 它一般是这样子 你要么是通过这个app去议定 要么就是你到了它这个现场 比如它这门 门一进去 它有很多这个房间的照片 然后你选这个房间 然后把钱放进去 它就会打开把钥匙给你 然后它这样子是为了保护客户的 这个隐私性 你看不见人 对 但是呢 我当时就傻逼了嘛 就是说因为我要住五天 我不是说我住 就是我一个小时 或者一晚上我就走了 然后我要住五天 然后在那不停的叫人 问那个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就是你完全不适应了这件事情 对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像我这种住五天 我怎么去check in 然后呢 就是那个妹子也一起帮我叫 然后出来一个那个大妈 然后那个大妈看起来像越南 还是马来西亚人 就反正不是中国的 是东南亚的 也不是日本人 然后呢 跟他说日语 他日语上说的也挺一般 反正妹子帮我去说 然后最后折腾了半天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才入住到这个房间里面去 但是呢 进了房间之后呢 我们就吓了一跳 因为那个可能夏老师也好 竹峰也好 都去过日本旅游 就是日本的酒店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格局是比较小的 有很多酒店非常的小 有非常的小 但是呢 我们住这个情侣酒店 它那个房子特别的大 就我一进门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厅 它有一个小厅 然后那个小厅进去里面 是卫生间和这个洗澡的地方 嗯 然后 呃 然后它 它的左手边再进去 然后是一个比较大的 非常大的房间 嗯 然后它那个房间里面 我目测了一下 它那种大床啊 嗯 它的大床大概能放三个 大床能放三个 然后当然它大床是在最里面的 这边有沙发 它为什么能放这么多大床呢 不 它的空间是能放这些 OK 我还以为它就放了三张床 我 我说这干什么 这样 它放了一张大床 它放了一张大床 然后呢 大床边上是这个沙发 嗯 然后是这个 是这个 呃 茶几 然后对面是电视 嗯 对面是电视 然后这个沙发旁边是按摩椅 What 按摩椅旁边是老虎鸡 老虎鸡旁边是有一排卖东西的 这个就是 就是呃 自动的售卖机 嗯 然后里面有卖各种的面具 有卖套套 有卖润滑油 有卖丝外 就是一切必需品 对 然后它那个老虎鸡呢 你头一百日元进去一拉 它也会出来各种奇怪的东西 对 然后呢 这个是它这边 那床头 就是这个大床的床头 上面放着好几个按摩棒 天呐 按摩棒 这个是卫生间不好住 这卫生间肯定没法住 而且我到了 其实它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是我到了第二天才发现的 就是它那个电视不是在那个沙发的对面吗 沙发的对面 然后它有这个免费的成人台让你看 就不停的滚动在放成人内容 那其他的这个日本酒店呢 你要去看成人内容的时候 你要到楼梯那买一张1000日元的卡 嗯 然后你把那个卡拿回来放在电视的那个里面 它才能看 但是它是免费的 我到了第二天才发现床的对面是一个投影 嗯 然后那个投影那个木可以下来 下来之后你可以把电视的内容放在那个投影里面 嗯 然后呢 这个是跟就是它一个跟传统的日本酒店区别 就第一个是打 然后第二个是说它的配备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全 嗯 就比如说它的那个 听不出来 某个领域 它的不是 不光是某个领域 不光是某个领域 它的那个化妆室 它有一个独立的化妆室 然后它的化妆室里面有面膜 然后有各种的润肤 就各种的化妆用品 而且都是免费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然在国内来说的话 基本上五星级的酒店 你如果是给你那种套房或者伪套房 它的浴室 它的这个浴缸前面都是有个电视 但是你在日本其实基本上都没见过 对吧 对 但是呢 在日本的这个情侣酒店的浴缸前面都有个电视 然后那个店一打开还是毛片 嗯 反正就是一切围绕着这个这件事 对 对 但是那次我真的是 就是我去之前完全不知道 就在路上想可能是情侣酒店 结果去了发现果然是 然后它是因为我订的那个是带早餐的 嗯 然后呢 就是这点其实是情侣酒店最不好的 嗯 到了早上七点钟 然后满屋子响音乐 啊 自动响音乐 自动响音乐 就是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是有订早餐的人 还是所有都想 但是他早上七点钟响 我判断可能是要去上班了 所以你必须要起来 提醒你一下 对 然后呢送早餐的人他没有地方吃早餐 你吃早餐是在屋子里面 嗯 送早餐 他没有餐厅 没有餐厅 嗯 也就是你不想让你见到人 其他人 可以一个人都见不到 嗯 就是在你 就是隐私的保护做的非常好 非常好 就没有人能够集中 或者碰在面的地方 对 然后 呃 早上送早餐来会敲一敲 然后呢 他这个门 就是他那个门旁边有一个像窗户的东西 嗯 你从里面拉可以拉开 他从外面可以拉开 然后他中间 有点像监狱 对 就类似那个感觉 然后他把那个饭放在里头 然后他就走了 你把那个拉开 把饭拿过来 放在那你就可以吃 嗯 就是他的目的 就是说他让客人在这边非常安全 就是说从你无论开车来走着来 然后你可以从始到中不见人 不见任何服务员 嗯 对 这个这个 这个我觉得总像是给那些搞婚外情啊 这些人准备的 是 是 这个其实 呃 对 是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记得我跟那个妹子住在里面的时候 然后我们出去吃饭 嗯 然后尤其是晚上了 晚上我会看到 这个比如说有一男一女进来的 挑房间 嗯 然后呢 我们也不理他们 我们就走 然后进电梯 我就会说 说你看这对狗男女 然后呢 然后那个妹子就特别哀怨的 看了我一眼 说我们也是 夏老师 你分析一下 就是这种文化的这个酒店 你去过国家多 你在其他国家遇到过吗 台湾有 台湾我知道有 台湾 韩国应该也有 对 呃 然后我知道的 我以前看过类似节目 我自己没有去过啊 但我看过类似节目 就是他 他有那种 就是直接车开进去的 开到车库里面 都是 然后从车库里面进那个房间 所以呢 更不用看见任何人了 对 对 你因为你一进车库 他车库门就关上了 对 对 所以这个 确实是对隐私的保护 特别好 很赞 是吧 特别好 呃 但是 但是我 我不知道说 会不会有一些 其他企图的人去 比如说他 他有一些犯罪的活动 什么的 他也会利用 我其实也关心这件事 利用这种工程 对 去做 你说的 就是比如我贩毒 在那交货 没人能看见呢 这个有可能 这个有可能 我知道有一些地方 比如像福岗那种 他的这个 出张的服务 就是你找 找英招的服务 这个就是 呃 有很多的人都会订情侣酒店 然后让这个女孩上门 嗯 上门 然后上一季有一个日剧 叫水果便利店 就专门讲这个福岗的一个英招店 然后他其中里面也有讲到 有人在那儿去对 呃 英招小姐下手 嗯 然后去拍他们的视频 去去勒索和要挟 嗯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就是在这 就是肯定有人这么想 是吧 对 在国内我是知道 有一些类似主题的酒店 但绝对不是没人的 没人看守的 都是得check in 你都得出示证件 什么的 对啊 你至少要有一个钱 他还登记身份证嘛 对吧 对在日本是真的不需要的 就是你去了 你只要看中哪间房 他上面会有空吧 嗯 比如说他这个 就是假如他监狱主题 都有三间房 然后三间房里面有两间是空的 你选完之后一点 然后呢 把钱一塞 然后钥匙就给你弹出来了 嗯 然后你就可以拿着钥匙上去 我觉得很 我觉得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文化 像日本这个文化 照常出现这样一个东西呢 是因为他平时太压抑了 需要一个场所去宣泄 其实如果说这个情侣酒店的历史 其实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涉到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有两种 一种叫做这个初会茶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色茶屋 还有一种叫做川州 嗯 然后呢 这种其实是属于这个 类似给你一个私密的房间 按照时间 嗯 然后呢 当然在这里面 可能大家就是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因为在江户时代的时候 日本的这个 呃 风塑业是合法的 有吉原的这种花街 你可以去 所以大家 呃 没有太 没有太多说 比如说我要这种 呃 情侣房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方 那这人还保守 对 然后呢 在实际上在二战前夕 出现了这个中电房 嗯 然后呢 之前酒店都是安天即废的嘛 嗯 然后有了中电房之后 成了这个情侣间 可以短暂休息的一个选择 嗯 然后呢 呃 二战之后 就是日本不是在快速发展吗 嗯 快速发展之后呢 很多日本的这个富豪 嗯 觉得这个是一个商机 尤其那个时候 很多美国大兵住在日本 哦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了 就有就开始 需要这样的服务了 中电房酒店 嗯 然后实际上 主题的酒店 是在这个时候 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情侣酒店 嗯 情侣酒店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 呃 怎么讲呢 就是说 有一家公司 也做过情侣酒店 是你们绝对想不到的 呃 你们能猜到是谁 别告诉我是亚马哈啊 就是那个传说当中 什么都做的 不是 亚马哈做没做过 我还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家 是一个很神奇的公司 是真做过情侣酒店 是哪个公司 任天堂 啊 天哪 哦 对 他一开始是做骨牌的 对吧 他是做花牌的 花牌 对 对 做普克牌的 嗯 然后后来他 就是我觉得任天堂 其实可以单独录一期 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公司 就是他的就是 他那个上 之前的社长 叫山内博嘛 他其实是把任天堂 从一家花牌的公司 变成一家游戏机的公司 对对 然后他有个特点 就是他特别喜欢 那个那个人 好像还是个私生子 我记得 还是什么 对 呃 他呢 他是 就这个人有个特点 他特别喜欢赌一个行业 嗯 然后呢 他每次进到这个行业里面 都会运气爆棚 嗯 就我们说自古枪兵幸运意 他呀可能是他妈的枪兵 我操 每次都是幸运爆棚 然后就会大转 但是等到他大转的时候 嗯 然后就会幸运突然消失 OK 然后呢 然后他就得改个好 然后他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当他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会有人出来神助攻 嗯 所以他搞过什么情侣酒店 搞过什么光枪 然后搞过玩具 然后包括搞红白机也是 搞红白机也是 呃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然后有人神助攻 突然就就就就爆发了 嗯 这样子 嗯 所以任天堂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趣的 有趣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单聊哈 对对 然后呢 我我我 接着咱回到情侣酒店 对 我们我们说回到这个情侣酒店 就是其实呢 呃 我自己在日本住过的酒店里面 包括五星级的这个喜来灯也好 威斯汀也好 还有这个呃 这个大阪的瑞吉 嗯 大阪的瑞吉 这些我都住过 那从这个宽敞和舒适都来说 我还真觉得情侣酒店是最舒服 但是他唯一不好的是可能他会比较密闭 呃 就是因为他太考虑到私密问题了 对 他的窗户非常的小 你可以打开窗户来透气 但是他不像 看不见阳光 对 就是很多人觉得带这个呃 女朋友也好 或者情侣去大阪也好 有两个地方是比较好的 一个是这个瑞吉 嗯 就是 瑞吉为什么好 房间大 呃 他顶层的那个大透明玻璃和透明玻璃 风景好 嗯 可以直接这个 像不容说了 对 有很多人很喜欢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夏老师反正回忆太长了 你知道吗 你要多跟旅上录节目 对对对 夏老师是一个那个神奇的人 对 嗯 对 然后这两个酒店其实是是是是非常好的 那我觉得去大阪是是可以推荐的 就是情侣酒店这种就是说呃 如果你去尝个鲜 比如说你去订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或者就终点房 终点房是ok 但是像我这种我这是真是被破的 你知道第一次第一次看到booting上所有酒店满房 嗯 那种心情我操你都快炸了 但是我觉得咱听有啊 比如说他赶个十一五一的去日本旅游 我觉得你要是没提前订 还有可能你也不得不去选情侣酒店 那他那个价格跟那一般的 差不多差不多 他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一万多一点吧 就六百块钱一晚上很早 嗯 嗯 我觉得还是还是不对 其实还好还好 对 蛮超值的 他那个地方 他如果空间大的话 那就我觉得还还好 对 然后他那个地方坐地铁也非常方便 他刚好是从这个关西机场到大阪市中央那条线 就是你到关西机场大概呃 坐地铁的话可能是二十多分钟 嗯 不到三十分钟 到大阪市中心的话可能也是二十多分钟 嗯 然后呢 街市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在街市多走走 你会发现他的风景确实特别的漂亮 非常漂亮 对 然后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发现箱子不够了 嗯 因为大阪东西比东京便宜 大阪还能讲价 对 还能讲价 然后我就在那爆买 嗯 然后呃 我买到什么程度啊 就这么讲 在大阪市里面 有那个别的游客排队免税 嗯 然后我烦了 嗯 然后我就去 借市的药妆店去买不免税的 OK 不免税的东西买到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样 对 就是你排队 就是你太烦了 太烦了 我上次去日本 嗯 就是我没带那个T恤水 我说买了T恤水 你说那个T恤水能有多少钱 哎呦 结果前面排了至少十个 一堆大包的小包在那当免税的 对 太烦了 最后我就三文几台本去买去了 对 然后那次真的是到快回来的第二 快回来的前一天发现箱子不够了 嗯 然后我九点钟出门 嗯 去大阪的唐吉科德买了一个箱子回来 嗯 买了个箱子 唐吉科德还好24小时了 对 然后你想我从那到新斋桥吧 我记得那个道敦爵的那个唐吉科德 嗯 就是应该是在伊拉拉面对面 嗯 对面 然后我从那个地方坐地铁过去从那回来到九点出发 可能十点左右到就回来 嗯 对 他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人又不多 对 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如果没有当地人或者经常去的人告诉你 你是不知道的 对 你肯定会选择继续去大阪市里我去找或者 或者怎么样 你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这种捷径 对 但是那次真的就是赶巧了 嗯 赶巧 后来住后来有一次去大阪住的就是梅田的一个酒店 嗯 那个酒店真是小啊 我觉得他所谓的双人床最多能睡一个半人 嗯 就睡不了两个人进去箱子都不知道该放的 嗯 就是就完全不如那个就是所谓情侣酒店的那个感觉 但是呢 他也有不好的地方 嗯 就是因为他可能不是经常有人过夜 嗯 然后反正我在那住了五六天吧 他可能就有那么一两天就忘给我早餐了 嗯 然后我早上醒来发现 哎 怎么九点了还没给我早餐 嗯 不过那其实也无所谓了 然后带着妹子去别的地方吃 他不 他不知道里面有人了是吧 不 就是他可能忘了 对 他可能忘了 可能就是忘了 完全没有沟通了 对 交流 对 因为他 我是从booking定的嘛 我是从booking定的 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就把这茬就忘掉了 能理解 对 对 因为他人家注重的就是隐私 人家觉得忘掉 这个在日本服务行业里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店 正常的 带引号的 正常的酒店 那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 或者说发生这种事是很严重的 但是在这种情侣酒店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就是这个范儿 对 是这样子 对吧 对 然后当时其实订这个酒店 也另外一个原因是离这个妹子家比较近 因为那个妹子就住在这个届室 所以他其实就算他要回家的话 第二天早上坐个公交也就过来了 坐公交就能过来 对 不用坐电车 对 就不坐地铁 不坐地铁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日本入境还没管得这么严 我记得我给他带了一堆什么牙齿牙脖过去 哎呀 现在是没息了 对 然后 然后因为我是隔了 反正那次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是隔了一周去的嘛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 从关机长出来也没什么人 然后第二次就那次去的话 在那个出关的地方排了一个多小时了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突然那么多人 就是可能会有什么会之类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后来想 有时候我们去香港就莫名其妙的发现 怎么今天全满房 然后会发现什么什么时候展会 就全世界人民就都来了 对 但是那次其实想一想 因为我之前订酒店就订不到 我订 威斯汀订不掉 订瑞吉订不到 然后又不想住到京都去 然后其实我也看了眼 京都也没房 然后就在部品上看 看这个房 刷了三遍才刷出来 这个是有房的 那你这个是武艺当中 这个叫happy accident 就是意外的惊喜 那如果我要是特意去找 这个Love Hotel 那怎么找呢 部品上 你就是搜什么关键词 就是你看你要在哪了 就是如果你是在东京市内的话 一般像池袋 像新宿都有 然后就是新宿 三丁木 往大酒包走 那一条街全是 你走进去 它上面就直接写着Love Hotel 然后你就直接进去订就完了 或者在我们公众号给吕桑留言 让吕桑给你找一个 你要想去 那你得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风格 对 是吧 直接找吕桑不就完了 这事还不简单吗 你不用自己找 对 而且其实Love Hotel 因为特别舒服 我住那个还是比较标准的 然后它有的 东京的Love Hotel里面有水床 然后它所有的床上用品 都是每天换的 然后还有迷你的酒吧 有双人按摩的浴缸 然后有卡拉OK机 然后它整个天花板 也有可能全是镜子 然后还有游戏机 还有游戏机 就各种都有 然后有各种风格的 监狱风格的 护士 医院风格的 就是酒食酒店 对 但是还有电车风格的 电车风格的 就是它其实 这块弄的还挺细的 我觉得 对 然后它 然后还有笼子的 笼子的房子 就是它其实在整个的设计上 要比国内的所谓的 要用心 要用心的多 要用心的多 如果大家想找情侣酒店 我想到一个办法 大家就在我们听有反馈里面 留言 然后因为留言 我们所有的主播都能收招 然后让吕桑给你回复就行了 对吧 这个也很隐私 别人看不见 对 然后它其实里面 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的是从男性视角 然后从女性视角 如果你要体验小公主 它还有这种 旋转木马城堡式的酒店 OK 然后 对 也有江户风情的这种酒店 然后还有满天星星的酒店 就各种反正很有意思的 它都有 反正我觉得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这个Lava Hotel 在日本的设计感 其实是酒店里面最强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日本的特色 你去其他的地方可能少 不能说没有 刚才夏老师说 台湾可能有 韩国可能 但是这很少 你说去欧洲 去北美可能没有 它没有这种文化 它没有这个文化 它没有那啥 就正大光明的 直接去回家了 普通的 或者去普通酒店了 或者Motel 汽车旅馆 他们好像就是 对 这其实我觉得还是 最终还是归结到这个文化上 对 没错 这个确实是日本一个比较 比较有特色的 大家如果和女朋友去日本 是吧 可以体验体验 我其实想体验一下 但是我老想一个问题 我这孩子怎么办 我要带我孩子自己去 对 是吧 或者等他成年之后 只能跟孩子他妈单独去 对 基本上评价里面 也大部分都是说 这次没带孩子来 果然是对的 当时我记得 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入住 对 或者是你入住 这个小孩 你说你怎么给他解释 这件事 也好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旁边玩着玄装木马去 对 行 日本一文路 这期就是聊聊情侣酒店 后面旅舱还想给大家聊什么 后面还是讲讲大阪 讲讲大阪 多聊聊大阪 因为大阪离咱近 是吧 飞机少一个小时是行程的 从北京去好像还时间多一点 我记得 对 但是在地上哪都有 反正离这边会近一点 所以很多朋友第一次去日本会选到大阪 对 而且会有一些廉价航空 像春秋飞大阪的 对 天津好像有一趟线 对 99 1999还是99 对 对 不是站票吧 不是 说是要改成站票 好吧 对 春秋99的我做过 然后呢 然后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觉得听着不过眼 吕丧这些话题不过眼 你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的日本旅行团 马上就要开团了 对吧 我觉得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会员节目 我们可以在会员节目聊一些 再多聊 对 聊点 不好说的 聊点 对 这个电视台不允许的 然后博物社12点之后的 对 对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一起去日本做现场的 现场 对 但是我们现场不带大家去干那个不好的 对吧 对 咱就是要体验一下日本当地的这个文化 对 是吧 这个活动呢 这期节目我们也已经录了 录完了 我们适时的发出 而且大家如果能第一时间听到这个节目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日本游的招募活动 那很好 因为你能够得到一个早鸟的游会 是吧 鸟杀 嗯 嗯 好 行 然后 吕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然后剩下的补充内容 我们下期就下期再聊 好吧 行 那我们的这期日本EV6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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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